六十年代是苏联人最认为比较美好的年代,徒为俄罗斯托伯尔斯克。 一名警官与一名俄罗斯女人在交谈,从伊尔库茨克飞往雅库茨克的航班。 空姐正在服务乘客们。 哈巴罗夫斯克的女警,中国称之为伯利。 根据中俄北京条约,N,哥给俄国,贝加尔姑边华兵的俄罗斯女孩,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。 这里居住住很多蒙古族布里亚特人,哈萨克阿拉木图举行的一场婚礼。 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市中心的十字路口,乌克兰农民一家,参军的新兵,节日中的军校学生。 莫斯科大街上的时髦女性,苏联士兵与卡通王拍照。 列宁格勒一群庆祝毕业的学生,爱沙尼亚的幼儿园小朋友牵手过街。 俄罗斯的一个邮局,从莫斯科弗拉迪沃斯托克,海深威的火车。 上彼得堡的东宫博物馆,收藏助伦伯朗的名画。 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大街上。 六十年代苏联各地,不同种族照片合集。 如果觉得还不错,欢迎关注新兴国际。